前香港住宅楼价,差不多升至历史高位。但我们看报章的时候,却经常见到卖楼舍让的新闻。为什么全世界都不停上升?但有些人却要舍让卖楼,通常近年舍让的成交,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类别。 一纳米半新盘,林郑plan推出之前,楼价400万或以下才可以借到九成。所以当时市场对100多至200多尺纳米楼的需求很大。 只要新盘lump sum价格越低,销情通常就会越好。因为买家铺着上了车才算的心态,而不理会驾车是否失得落人。 发展商也迎合市场需求。数年间推出大量纳米楼。平均赤价通常较大面积单位贵两至三成。但自从2019年林郑plan出台之后,市场转向600至1000万的物业。 纳米楼需求立刻大减。买家收楼后发觉不是好够住。租金回报率也低至两厘以下。于是当初较大单位贵两三成的日价消失了。 辞货数年都要洩让。二、特色单位,很多发展商买楼的时候,都会将顶层连天台,或最低层连平台花园,打造成特色单位发售。 价格比楼上或楼下一层起码贵三成。但当你买级下手的时候,你估新买家会选择这些天台或平台。 或是宁可室内的面积大三成,会选择连天台的两房单位。或是低一层没有天台的三房单位。结果当初三成的日价会大幅减少。 转手时价格都会跑输其他单位。例如上周北角维港仲七在一个顶层单位。 实用面积1362平方尺年天台。原业主四年前以7390万元买入。最近以6200万元买出。账面竞涉1190万元。 三、呼吸plan,数年前发展商为了刺激楼盘销情。 部分新盘会对买家推出呼吸plan。意思是有呼吸就可以借钱。因为借给你的不是银行。而是发展商旗下的财务公司。买家不需要资产和入息审查。支付楼价5%至10%就可以上车。 部分楼盘更提供封厚的现金回赠。让买家将这笔钱作为首期。 不过很多呼吸plan最后变成拿你命plan。因为过了最初的三年之后。 按揭利率会由原来的意来多。急升至6厘以上。 每月供款随时超过业主整份薪金。供不备就只能劈价买楼。 甚至沦为银主盘。例如红磡环海,东岸就是一个经典例子。当年发展商推出开心直通车计划。 首期5%无需入息证明就可上车。结果63%买家登上这架直通车。 但开车途中按揭利率变成P加号0%。搞到很多业主大失预算。台钱上会亦是不太可能。 例如在今年的成交中。虽然距离买入时间已经长达6年。但仍出现5宗涉样个案。 而中原城市指数CCL同期就升了3成。 4. 山卡拉豪宅,洩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包括大埔比华利山,上水天联,歌富岭等。 有些在十年前买入。到今天卖出都要洩让。真是惨绝人还。 这些楼盘的特征是好看不好住。看楼时感觉好像人间天堂。但住落后每天出市区上班就仿如地狱。 除非已经退休或旦胜上班。否则很多人住了几年之后。结果都是要搬回市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